大家好,今天是芬蘭的第四天 第二天上學 經歷了人生第一次走課 本來要上Architecture 即是藝術,然後要設計樓等 同班同學坐在房間玩了三個字的電話 之後發現那個代課老師不來 全班決定一起走 好,芬蘭他們夠18歲就可以說走走走 想不上課就不上課 他們有一個E Class 可以不讓他們父母知道 所以他們現在說走走走了 我跟著他們就一起走 放學去吃下午茶 去吃Pizza,晚點拍,拜拜 剛剛說了去吃Pizza 我就去了一家附近的Pizza店 就打算叫Pizza 這個Pizza就九歐了 就是一個HawaiiPizza 做一個食物也不錯 就是這樣,我吃了,拜拜 當然是晚飯時間 今晚吃 不太芬蘭的麵包 下面有雞 然後我放一些花茄汁和酸忌廉 還有沙律 然後 整個家庭已經吃到了 正在吃 那天 我先去沙律 我先睡到湯前 我先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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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是 你好 對,這就是你的發展的資料 噢噢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哪個方法是發展的 噢噢噢,那是太容易了 你看,發展了 對,好 我們看看這個蛋糕 這是壓力的壓力 對,算是完成 現在是芬蘭時間的時間 我剛剛弄完電腦 也是 還是弄下一些梳夫 看看他怎樣弄好一點 因為到現在那些 不是慢的 但弄下一些問題也未能處理到 那我就 打算弄完才睡 順便聽聽歌看看影片 那就 不怕不覺就已經點兩鐘了 不過好幸好明天我是回9點9學 即是早上有一堂 我不用上了 我只是 9點9至1次上課 我就在8點才起床 那我家去學校都很近 都是四個字車程 那就OK的 所以明天就8點起床 吃早餐 接著 將這幾天 集合Vlog一次過上課 就可以期待一下 那就是這樣 今天沒有太特別 除了 跟同學 不太熟 之外 因為他們怕臭 我怕臭 那就是這樣 那好 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沙西飯 好 就是這樣 拜拜